來台北,然後來聲援這個自救會 那麻煩請這個紅香大姐發表一下聲援的內容,謝謝 我說第一人,我們各位記者,各位先生 其實我聽說,像我岸坡里這裡的英文很少 但是我真的...最好一回我說,我沒有希望再來台北 但是我現在常來台北就是都來參加抗議 但是我聽說,那不是抗議,那是保護我們自己的財產 但是我今天看到這裡的... 我每次來台北看到這麼多人 其實我覺得我們八時要愛政府 好像不知道,但是如果想要問我們愛是甚麼 我不是要清修案到底是怎樣 但是我去台南看一次,我又覺得政府到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去賴清德,第一次說明,我去看的時候 他們用立場剛才人籃 我感覺紀念是一個很公開、很公正的事情 是怎樣,這些人要去聽就要認護口 要拿新門證 所以我非常懷疑 這到底是民主進步動 會對政府的要求 還比我們在那後人,老正問我們還沒有說 叫我們這些地主要去西門證 要對外面去 所以我覺得,你紀念所做的那些公開 是這樣,你怕這些人去聽 怕外面的人去聽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我什麼地方對我來說,我常常說,我不是什麼地方 這樣說我們都很平衡的人 我沒有做沒有人家 這個背景也是一樣 其實我每個人看到,他們每個人都在鐵路邊 因為我都了解 以前大家都不是鐵路邊 所以你們才會去那些很小的地方 每天都要跟鐵路邊吵,那是誰 但是今天這個地方要反應 如果你們不可以說什麼說什麼 讓你們這些人來享受 這個地方要反應 你們剛才說我又聽到 土地照你們這樣不好嗎 說得粗口說,你總統府在台北市 你們這些政府官員,你們家 我常常看到要徵修 這些政府官員都有 所以我一天真正聽到一天說 每一次要徵修就是他們都先遷地先好了 所以你們看到他們家有在徵修嗎 政府要大館的家有在徵修嗎 所以這社會公平 沒有公平 但是我們怎麼說 不要 剛才我聽到市長這個 之前在市長說 他紀念今天說 台南他之前做市長 只要有一項不同意他就完了 但是你今天雖然你不是市長 你市長發育員 你是不是說我是要站出來 所以我剛才他會叫你還要站出來 聽這個人說的話 但是我感覺 有在這裡說的 我常常在說 有時候可以說不可以做 有時候可以做不可以說 但是我感覺大家說的都很好聽 但是 什麼人站在我們北市裡 我常常在說 像我們徐世宏教授有一些稿子 我常常在說 我常常在說 在家裡沒有人 冬天是沒有很快 為什麼要跟我們走街頭 那就是台灣 所以我常常在說 以前我們都愛台灣 什麼人愛台灣 是我們這個人愛台灣 這個大館政府所有的 我常常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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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去到家裡 幾個都沒有給我們的行程 你們現在所有的 你們一般清潔 我可以給你們一片多少 我拜的 我會再說 所以我希望說 你們今天 你們不用怕 很多人 會來支持這個 因為我們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如果我們這些北市都給這些人來求 我們的財產要賣不賣 我們都找很多利益給你 所以這是什麼世界 所以我希望說 你們大家一定要研究 因為這是你們的財產 你們如果不用怕 其實我常常在說 沒有必要說 你們像我一樣 不用跟這些人說 今天要你的財產 是你們政府方案 整個問 什麼統計 什麼統計意外 你們這樣 我們就有什麼人管 你們公共的 你們都有一在電話中 我請問 你們現在把我們在這裡的家 我們在這裡 我們八市 所有的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那樣 那不算很算 你們這樣問你們老婆聽嗎 那不說話 你們一問你們 你們市場叫叫叫你聽嗎 事實際上沒有換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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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你敢嗎 所以這個人我覺得 很不見識就是 千百人的財產都說 別再公民正代 你從來我聽你講 那些人說實在 那些人看著都要批准暖 批准暖是剛好而已 這種的社會 所以你民主黨民主黨說 為什麼統計 你今天整門跟我們的財產沒掉 你們大家又算什麼 我們又算什麼 你們要把財產財收財產 你沒跟他們說嗎 我們說民主社會 所以我希望你們今天站出來 都是應該的 其實我們拿出來 我們也不願意 現在說有一個空虛什麼 電話店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電話店不一定要犧牲這些人 剛才我很多時候都說過 有很多風暗 為什麼就一定要我們犧牲 我們今天一間房子有千多萬 我們不願意是我的事情 但是讓你收兩百萬 正小的 就不然這樣有意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這麼重要 所以民主黨說不懂 我覺得我去台南看 一說明完之後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這些人 您說了民進進不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所看的 我覺得什麼黨都不好了 說實在 大家都在想我們的土地怎麼做 因為現在政府已經很散了 像你們伯父最好的 非派沒有出現 不是派 幾個人 你派不派不好 沒有人無法派 所以他就處於台中的 你說老正宏 他說你唱唱完 撒成一場 吐喚大波 他不判錯 肯定不用同一句 你不接 勇在政府有多嗎 有多 這是什麼福根 我說今天這個政府 如果判錯 不中到你才能拿走 現在我們不對 我們才拿走 你手人的財產給人家自殺 還聽人家自殺都沒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大家對政府都很關閉 對自己都很恐怖 所以我一直都很關閉 想看這沒問題 我說我六天今天做做老人家家床 中小的中政府我們還要支持嗎 本來我們都要幫忙 但是我跟我說 我們是一個消費生 其實我們沒錢沒人吃 你之前我說農委員 大家幾個月你去港 你叫農事要什麼去 要怎樣 我說你拜託 你如果去住一個月後 你去做人家 你就知道農事要怎樣去 要有錢有錢沒有 要有錢沒有 要有錢沒有 但是你要看 去農事不可以有錢 你找到錢 要錢買錢 所以我們想說 你政府就看 我不是說你不對 我覺得你都很有地位 但是我覺得你中央哪要反省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人 說實在 你政府最喜歡反省 這麼多情緒 反省是怎樣人會自殺 因為他看他都沒辦法 政府要的 我們就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公民 所以我剛剛說 想你這次做那麼多 公民國幾年 還要贏 你工收這麼多 這些人要怎樣 你自己都說 收錢給你 開玩笑 給你用錢 你都給你用錢 你都給你用錢就可以 換你家床收收的 看你不會 地下家床是誰的我幫你買 還不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是一樣 所以我希望說 每一次我們來的就是 我什麼大道理 我想說 你說外台灣也不行 但是我覺得 我們台灣去的 標榜這麼好的國家 是我們的背景 這些抗議的人都不知道 但是我經常說 我不是抗議的 我土地沒辦法 我要找很多理由來跟你們說 什麼世界 你們這是什麼政府 我的問題 我沒辦法 我要找很多理由來 我說到拜天 你們還會土地的家床給你們聽 照你們可以 這樣又不好 又沒有事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大家 不管怎麼樣 大家加油 但是我希望你們不用怕 因為這是你們的財產 你們要跟大家說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